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三高潮来了 当蒙受主的恩典之后 百姓必须记得用献祭的行动来表达对主的感恩 接下来呢 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就记载了 当百姓进了应许之地 若是百姓在行为上有一些误犯的罪 那怎么办呢 先让我们看其中一个段落 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 你们有错误的时候 不守耶和华所小于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 自那日已至你们的世世代代 若有误犯 若有误犯是惠众所不知道的 后来全惠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繁祭 并照典章把宿祭和电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新香之祭 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惠众赎罪 他们就必谋赦免 因为这是错误 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贡募 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和赎罪祭 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惠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就必谋赦免 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 这个段落非常清楚的记载了 若是百姓中有人无心的犯错了 那么他要献祭 这样做就得赦免 那么献什么祭怎么献法 在经文里面都有写了 我们就不再重复 不过原则就是 假如一个人无心犯错 他们可以借着献祭来赎罪 因此得到赦免 但是假如人是故意犯罪又怎么样呢 那么在27节一直到36节 就指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不同了 那就是若是有人故意犯罪的话 那么后果非常严重的 那这段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出 不过呢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故意犯罪是纯心抵挡神的 他不是无意之中犯错了 故意犯罪是纯心抵挡神 所以就招来神的审判 那在经文中也举了故意不守安息日 这样子一个顶撞上帝的行动 于是就带来非常严重的审判 好 这是旧约的律法规定了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活在旧约时代 所以有一些律法的字句和条文 不一定按照字面 应用在现在的教会生活之中 不过背后的原则是一致的 这原则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意和故意犯罪的差别 无意和故意犯罪 可能在外表的行动上是一样的 但是动机却完全不同 假如人的内心是存着一个 敌对神的恶心 故意犯罪 那当然下场就非常严重了 好了 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 外表相同 内在动机不同 带来不一样的下场 下面一段经文 我们也等一下要一起阅读的 从37节到41节 又记载了另外一段 似乎不怎么相关的记录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叫他们世世代代 在衣服边上做穗子 又在底边的穗子上 钉一根蓝细带子 你们佩戴这穗子 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 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眼目行邪淫 像你们述场一样 使你们纪念遵行 我一切的命令 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这里是教导以色列人的穿着 要缝上穗子 又加上蓝色 那么蓝色也可以看到是紫色的带子等等 这些是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百姓是属神的 这些外在的记号 是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不在于衣服怎么缝啊 是当这样穿着的时候 自己提醒自己 我是属神的百姓 也就是说用外在的记号 来传达一个内心的意义 记号永远是记号 记号本身 不含有意义 那么记号是指向它的意义 就好像 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 看见一个路牌 写着某某目的地 两公里之后就到了 这是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不代表 这就是那个目的地 是指示着那个目的地 快到了 你要准备出去了 所以记号的目的 是指向记号的意义 假如用这个角度看的话呢 那这段经文跟上一段经文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上一段经文讲到 内心的差别 来判定外在的行为 这段经文啊 是用外在的记号 来提醒我们 内心的情形 永远记得 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 经过今天的灵修 我们求主的话语提醒我们 任何一个人 我们的外在和内在 必须一致 换句话说 我们有属灵的生命 一定会有属灵的生活表现 而属灵的生活表现 不是为表现而表现 是反映了我们生命的品质 当内外一致的时候 我们就能经历 也是见证 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所做的更新和改变 欢迎你留言 分享一下 你某一种内在生命的素质 是怎么样 在外在生活中 表达出来的 这样的分享 一定能够激励大家 我们非常期待 愿主祝福你 平安 感谢观看